2021年10月6日 光之兄弟群体 一切都在运行 因为一切都在改变 传导 莫尼克马修 译者扬声传导 我们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能够帮助你们 能够指导你们 我们都更高兴 现在地球真的正在经历 巨大的变化 我们谈论的是地球 因为所有的领域 从矿物领域到人类领域 都在变化 转变 当然 我们不是在谈论所有人类 因为有些人将无法通过 中间时间进入黄金时代 你们是接受了突变的 存有的一部分 接受了身体的巨大转变 也就是说 你们会一点一点的 整合水晶振动频率 你们会失去你们的碳基体 来整合越来越多的振动频率 和水晶振动状态 显然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将拥有水晶结构 而是意味着你们的振动频率 将发生相当大的变化 地球的振动频率也在显著增加 你们用来测量它的工具将不再足够 因为它们将完全过时 这个振动频率 这个深刻的转变 也会在灵性层面和心理层面产生 非常重要的突变或觉醒 也就是说 你们将不再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 看待失误 几个月内 一切都会在你们身上发生变化 所以 当然 这可能会导致在这个不再属于你们作为三维世界的世界中 稳定存在某些困难 你们和大量的人类已经处于第四维度 你们正在为第五维度做准备 我们记得 这是一个意识层面的维度 你们的地球母亲也正准备踏上伟大的旅程 就像生活在他身上的一切一样 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 伟大的旅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你们 你们选择了启蒙之旅 让你们定位自己并为中间时间做好准备的旅程 其他人选择了另一个伟大的旅程 因为他们在这个三维世界仍然很快乐 他们不想去更加灵性 更加兄弟般的世界 我们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它仍然与你们作为人类正在经历的事情相关 你们要去的世界是团结的世界团结这个词 比兄弟这个词更合适 在爱、尊重、创造力等方面的团结 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你们这个世界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必须为它做好准备 显然有人可能会说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沉重 越来越可怕 这当然是某些人的现实 但突变不一定发生在喜悦中 它往往发生在痛苦中 以唤醒众生 唤醒他们的意识 让他们接受 接受一些不可接受的 才能真正走向新的世界 有些人不一定相信它 因为一切都是缓慢的 你们有一种静止不动的印象 在你们身上 你们周围和你们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 你们的印象是只有暗光才能体现它的存在 我们要告诉你们 现在你们如此沉浸在暗光的操纵中 以至于你们的眼睛和意识 还没有完全感知真光的影响 那将指导你们的生活 那将在你们每个人中觉醒 那将导致你们的发展 并赋予你们走向新存在的力量 并在你们的突变中过上好日子 回到你们现在的世界 我们理解 因为我们看到你们生活在其中 我们看到许多人的痛苦 我们将再次告诉你们 一切都会突然停止 这不一定是人类的意志 但它本质上将是父神 母神 上帝的意志 伟大的光之存有的意志 他们的使命是引导和保护你们的小星球和太阳系 你们将能够感知到很多不寻常的事情 或者你们会听到它们 天空和地球上会发生一些你们不一定理解的事情 而且你们的科学家会比你们理解的更少 因为他们无法通过人类分析 所以要注意正在发生的一切 当然是那些美妙的事情 只有当你们摆脱了地球上人类不断滋生的恐惧时 你们才能感知它们 这个小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通过恐惧和集体催眠经历这种操纵的国家 他们告诉我 突然之间与我所看到的相比 这是一种印象 一道光将袭击世界并允许转换 他们还向我展示了一个非凡的形象 我看到这道光来自四面八方 不知从何而来 我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是在晚上 看到它 我看到壮丽的天空 地球上不存在的蓝色 非常纯净 我看到了很多点 就像大量的船只正是为了准备新人类 太阳系中的一切都在运行 一切都在运行 因为一切都将发生变化 并在不久的将来上升一个或多个等级 一股巨大的光将触及地球 并将比地球走得更远 它不会停在地球上 它会穿过它并未养它 它将改变人类 并在你们的太阳系和所有附近的星系中 放置一个完全不同的振动频率 就好像这道光正在一条巨大的道路上行驶 它不会影响整个宇宙或所有星系 它会影响你们的星系 你们的太阳系 然后它会走得更远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类彷彿真的要经历大觉醒了 目前人类之间存在分离 因为有些人已经从集体催眠中醒过来 而他们从未受过这种催眠 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觉醒 现在正在对已经觉醒的存在进行 那些人将在他们的觉醒中走得更远 他们将一点一点的整合灵性的能力 并在自己内部融入新世界的创造 你们现在的新世界 中间世界 已经创造出来了 在不久的将来已经存在 你们可能会体验到他们的放射或幻想 它会越来越多的通过梦境 或在你们清醒状态或冥想中 以非常短暂的方式显现出来 就好像突然之间 你们被扔进了这个非常近的世界 这将是一个你们目前所看到的 没有统治者的世界 一个不是兄弟情义 而是团结的世界 这两个词非常不同 因为你们很清楚 在兄弟情义中 就像在兄弟姐妹中一样 可能存在二元性和差异 在这个中间世界里 不会再有纷争 因为人类将超越言语相互理解 通过振动感受自己 不再有谎言 它们根本不会存在 一点一点的 你们会像受过教育一样 就好像你们接收到很少的图像 感觉一样 直到你们在这个中间时间醒来 在等待你们的文明中 你们实际上已经到达了混乱的尽头 在这些谎言的尽头 你们实际上已经到达了改变的时刻 那时谎言 恐惧和暴力这些词将不复存在 所有这些词都将被禁止出现在词汇表中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美丽小世界 这个宏伟的文明中 不会再有低级的言语 语言中的否定 所有的语言都会是正面的 因为众生会意识到言语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 他们会非常小心 一开始会有点困难 但他们会非常小心 不发出任何否定 任何会完全化掉众生之间交流的词 所以要多一点耐心 有过巨大的周期性转变 现在你们正在经历数千年的转变 你们在这个巨大的 在我们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一年的巨大转变 但是伟大的一年 并不像你们现在将在这个伟大的一年中所经历的那样 在这个彻底的范式转变中 在这个完全的振动频率变化中 因为一切都在不断向上发展 你们永远不会再经历同样的事情 两万五千年后 即使你们回到大致相同的地方 因为太阳系 星系都在不断运动 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你们的星系中大致相同的地方 但你们会在非常高的楼层 因为在此期间将经历很多事情 如果你们在听我们讲话或阅读我们的信息 那是因为在内心深处 你们觉得有很多积极的面向 显然你们用你们的眼睛看到了较低的一面 你们在生活中感受到了一些非常困难的经历 定位总是很困难的 所以你们在内心深处感到 对于这个三维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一次性化身中的一些 成千上万的化身的目标正在结束 这个世界将不复存在 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会再说一遍 它永远不会是以前的样子了 当你们在第五、第六或第七维度时 你们的思想能力将完全不同 你们将不再睡住 你们将拥有你们所经历的一切 有些人将能够穿越时间线 这意味着现在 过去和未来将不再存在 只有当下 这一切都会成形 你们会有更多的见解 你们真的有准备走向这个团结 爱、创造力等的世界 但同时你们必须走到最后 你们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只是要问你们一个 你们在问自己的快速问题 你们准备好迎接你们的恐惧了吗 你们准备好放弃你们在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界上 可能经历的一切 也就是你们在你们的文明中所知道的一切吗 你们准备好完全放弃你们的文明 走向一个没有竞争的世界 就像你们现在的世界一样 一切都是完美的 光明的地方 各个领域相互交流的地方了吗 它也需要巨大的放手 因为人类总是执着于他们所知道的 而他们很难走向他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将不得不这样做 所有的人 无论在什么层次 对物质非常执着的人 以及已经从对物质的执着中解脱出来的人 都会被迫放下 一次又一次地放下 他们有时会因为他们离开这个地球而被迫这样做 也就是说通过你们所谓的死亡 词汇中不再使用死亡这个词 它不会被禁止 但不会有人使用它了 它将不再存在 因为死亡不再如此存在 因为在更高级的中间世界中 你们将不再与那些你们爱过的人分离 这个星球的星体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过一段时间它就会不复存在 所以现在你们正在经历生活中的巨大变化 你们应该感谢宇宙 感谢父神母神让你们出现在这个化身中 突然之间强加给你们的一切都将无效 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 一切都会统一 这个词可能不太适合我们想说的 但一切都会统一起来 我们想重复最后一次 保持耐心 无论你们是否看到 这一切都非常到位 一切都与正在工作前你们显然没有看到的人有关 你们的媒体不会谈论它 互联网商也一样 他们不一定会谈论它 因为有些隐藏的东西只会在最后一刻 大变化之前的一点点才会显露出来 有些人会在那里帮助重新开始一个文明 并且已经知道了很多 一些科学家开始以真实的方式感知这个巨大的光 这个振动它是爱 它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 一种非常强大的东西 因此 一些暂时以人类形态与人类合作的人类或银河存有完全之情 并将把某些事情放在适当的位置 这样人类体验起来就不会太困难 有时甚至可能是戏剧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